为了优化太平洋公园极限运动场的场域使用品质 花莲县政府建置极限运动场造型薄膜顶棚 预计在年底来启用 县长徐正伟30号特别前往视察工程的进度听取简报 让民众在运动以及娱乐使用上不受天后的影响 而且相关的设施能够更加多元丰富友善 让民众来使用 达造花莲县成为宜居友善的城市 现在徐正伟上任以来积极推动各项基础建设 并优化各项基础设施 近年来已经在南兵段完成滨海共荣游戏场 更将今年规划施作适合青少年以上的成人体建区 北兵段则施以活力健康发展方向沙滩排球场 直排轮练习场儿童西沙场海域活动 继续运动以及公园串联的两坛自行车道 据是一般民众运动爱好适合的运动空间 为解决天后造成不变问题并且提升 许正伟则成县府相关单位积极向中央花东基金 争取经费补助并且服务以限预算预助 筹措金费公计1.24亿办理本项的工程 目前工程进度为98% 预计在年底启用 检查处表示受太平洋主案的强风日出东方的太阳曝晒影响 幸福积极规划在太平洋公园即限运动搭建延伸顶棚 并且提报花年第三期综合发展实施方案 滚动检讨敌案计划 太平洋公园即限运动屋顶薄墨精简工程 进化总经费为7400万元 其中5400万元由县府建设处分年编年预算 中央核定辅助为2000万元整 记得转眼光收到